千亿媳妇许子齐涵有秀母子温馨互动照,意外霸光雅儿子长相。 千亿媳妇许子齐涵有秀母子温馨互动照,意外霸光雅儿子长相。 3月26日,第四届MFAR慈善晚会在香港举行,关芝林、杨子琼、吴尊等明星均到场支持,现场星光异议。 而千亿媳妇许子齐与丈夫李嘉诚也恩爱到场,并且凭借一席性感透视装成为全场焦点。 这条透视裙真的非常性感,估计一般人都不敢穿,但许子齐完美地hold住了,这身材完全看不出她已经是四个孩子的妈。 相比之下,李嘉诚就发福不少,变形的中年男子身形。 估计是因为裙子太美了,许子齐回到家还舍不得脱下,继续摆造型拍照留念,还不忘发到社交网站上秀一下。 照片中,两个儿子调皮的钻到透明披肩下,许子齐一脸慈爱地看着儿子,画面有趣又有爱。 见可见七岁的大儿子长得很壮实,身高已经到妈妈的胸部位置,三岁的小儿子相对清秀,一脸懵懂地看着哥哥。 许子齐和李嘉诚2006年12月于悉尼举行婚礼,一年西月诞下章女丽西童。 2009年5月16日,许子齐在香港剖腹产下千金希儿。 2011年6月21日,在淡霞一名男孙,抱抱名字由爷爷赐书李兆基改名为李俊熙。 2015年10月,许子齐生下第四个孩子见西,为李嘉凑成两个好字。 贵为千一席,父,许子齐照顾小朋友却从来不假手于人,她每日的时间表与一般母亲无异,早上带俊熙上学,然后陪小剑熙到公园散步玩乐,下午则接女儿放学。 许子齐曾在专访中说过,她对俊熙特别严厉,因毕竟是第一个儿子,希望培养她成为坚强独立的人,但对着幼子见西则又抱又亲。 许子齐还表明自己绝对没有中男轻女,我觉得我对大女儿与小儿子会偏心一些,但其实我同老公都好紧张两个女儿,可能觉得是女孩。 近年致力于慈善事业的徐子齐,早前还带上二女儿西儿到尼泊尔做探访。 她透露因西儿排中间,性格较津津计较,故希望她透过探访能有所领略,二女刷牙经常不关税龙头,也不。 太听话,带过她去一次探访,见到人的家园没有水,她回到家后就知道关税龙头。